大家好,又来到周知海银的时间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就叫做林超英与Just Stop Oil 或者让我分享画面再跟大家继续讲下去 很难得找到这幅图 这幅图有些寓意 大家都知道林超英 就是香港的前天文台台长 也是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个环保分子 只是我会这样形容 另外一个单位就是Just Stop Oil 近几个月在英国或者整个欧洲都相当红 因为他们很多所谓抗争的手段 关于气候问题的一些抗争手段非常出价 成为了一个可以说是整个社会讨论的焦点 在英国可以说是娜弘控的一个人物 林超英在香港简直也是一个非常野火的人物 很多人会对他的言论有不同的意见 而他最近有一个访问就是米子那边帮他做的 很多人都谈论整个片段 所以我将他们两个加起来说 他们两个人 应该说是 吴超英香港的代表和英国的Just Stop Oil 他们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目标也是想大家关注环保而提 两个很不同的策略的情况下 究竟 当然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特质 但是他们两个走出很不同的路径 但是这两个路径究竟呈现出来 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呢 我稍后会和大家谈论 不说林超英最后 我先说Just Stop Oil 因为相对来说 香港或者粤语的听众未必太认识他们 我先说他们 为什么我选了刚才的图 看到林超英家里的墙是橙色的 刚好和Just Stop Oil的底色和橙色是很相关的 于是他们借用了图片去看 Just Stop Oil 所以这个叫做公民抗命的组织 或者直接行动 有些人叫做 一些环保组织 是大约在2022年成立的 大约是年多前成立 他们最出名的就是大量的倒路 不停用慢走的方法 在马路中间 高速公路上走 另外有几间出位 稍后我会给大家看看 包括了如何在博物馆 或者美术馆里面 破坏别人的油画 总之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 另外就是大量不同的球赛 城市都在搞一些公众防摇出来 结果有很多人讨论他们 热议 当然有很多人就非以他们的行为 但是你会发觉他们的知名度 就短期内提升得很厉害 其中他们有些成员已经坐牢了 稍后也会讲一下他们 究竟为什么要做这麽激烈的行为 大家都听过 刚才我说到 大量被拘捕 因为基本上 现在整个英国听到他们的民风丧胆 基本上大家听到他们在哪里倒露 就会有很多人 就会有很大的反感 甚至乎在电视画面上 都见过不少的一些民众 对他们的行为鄙视 甚至有些肢体上面 会有些拉扯扯扯 但是just the power 的成员 基本上是来自一班学生 或者一些对环保很大意见的 一些环保分子 但是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概念 就是这个非暴力 但是这个非暴力 它又会做很多防摇的行为 于是乎他们在 由今年的4月 2023年的4月开始 一直搞了很多的竞争 叫做 不停在搞事 在英国不同的地方 甚至乎其他欧洲地方 都有听过很多他们说想搞事 不过他们有个特色 他们的针对点就是英国政府 他们整堆东西是很有趣的 他们是精密部署的 他们来自他们的资金链 我第一个先说资金 就来自一个叫做CEF Climat Emergency Fund的一个组织 是来自美国的 如果套用很多现在网上朋友的说法 就是一些左胶组织 很多的荷里活名人 美国名人 那些左翼分子的知名那些 他们筹了很多资金 然后其中 Just Stop Wall 就拿了其中110万美金的支援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觉它做了很多很激烈的行为 那么这个CEF Climat Act Emergency Fund 其实就是 旁边你也会看到的了 它其实是来自一个很有学悉的人物 它那个成立 那就是 亦都是一个组织 叫做 气候觉醒 或者 亦都是另外一个叫做 Climat Immobilization的组织 是一个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 在哈佛出身的一个学者 亦都是一个 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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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行为 他们会穿了橙色衣服 然后 最经典的就是大量的倒露 但后来 他们的行为就越来越激动了 就会很多 就是 如果用回香港人熟悉的字 现在熟悉的就是公众防摇了 就不停在公众场所谓 做出一些妨碍别人的行为 其中包括了以下的一些事情 其中包括 要补充多一点 其实它怎么来呢 它的概念就是来自两个环保组织 一个叫做隔热英国 另一个叫做反抗灭绝 这两个组织基本上 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我们叫做激烈一点的环保分子 但是他们的特色就是 譬如做很多示威的活动 但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和抗灭组织的最大分别就是 基本上他们主要是倒露 以及做很多公众层面的大型示威 是向政府施压 就是透过 很有趣的 譬如一些传统环保组织 你会看到他们针对一些 和破坏环境相关的一些团体 例如可能是一些油公司 或者一些大型的一些 譬如可能是生产商 去做一些 就是攻击 你可以叫做 或者一些叫做 campaign 就相对对应这一班人 但是你会发觉 Just of Oil 你会发觉它主要是针对英国政府 要它停止 就是要它去做 就是令到它停止 再用这个石油 或者相关的一些天然气 这些这样的化石燃料 它的目标是很清晰的 而它同样都是用了这个 隔热英国和反抗灭绝 它们的一些叫做 就是在公众里面 做一些大量的 就是我们叫做公民抗命 或者甚至乎是阻擾了人 被一些正常生活状况 以吸引人的关注的一种模式去做 那这个抗争呢 不是一定是直接对准那些 就是相关的一些机构组织的 可能是甚至乎 譬如在一条街道它倒路 那就搞到高速公路走不了 就影响了很多市民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质疑 那你到底是害了一些人 就是令到更加多人受害 还是你到底做什么呢 但是它的理念就是 透过一些很激烈的街头的行为 让大家去唤醒它们的 对于环保 或者对于停止再使用石化 或者这些叫做天然气等等 它多一些的认识 甚至乎是可能是加入它们的一部分 也不一定 刚才说了 它们的策略做过什么呢 都挺夸张的 里面包括了最享多 就是走去 大家可能都不太明白 就是走去拿一些汤 橙色的汤 一些番茄汤 走进去这个国家美术馆 就是这个国家美术馆 拿一些罐头汤 就是番茄汤 就淋到这个饭糕的向日葵里面 另外 就有些人就拿一些胶纸 就黏住 那些胶水 就强势的胶水 将一手黏住在那些剪粉下面 总之 就不让别人捉走它 困难 让多些游客 那些东西看到它 大家就觉得很怀疑 你做来为什么 他们其实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都有解释过 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 当然他们的口号就是很简单的 你们还有时间看画 看映 现在迫在眉睫 水浸眼眉 火烧到你后 你还在这儿 暗门在这儿 富庸峰看东西 你不如看看现在我们的未来 就是类似这些这样的态度 除了搞这个美术馆 这些东西之外 另外就做了很大量的东西 包括了走去那些发展 去做一些示威的行为 另外就走去达林匹治大赛车 想去尝试去干扰别人 另外就是这个世界球赛里面 在石飞那边 就又走去搞 总之就是多镜头的 有画面的地方 走去就在这儿 总之在这儿阻碍 另外在这个温布顿 这个网球赛里面 就寻一些的橙色 就是用一些橙色的粉末 那种东西 就染了色的一些饼干碎 或者是一些纸条 总之搞到 比如在一个绿色的草地上面 搞到周围都是 他们的招牌就是橙色 让大家在看球赛 在现场的人 或者是世界各地 看到转播赛事的人 都能够懂得 这个橙色的 Just Stop Oil 这个标记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 比如一会看到 刚才说到桌球赛上面 世界桌球赛里面 在一个绿色的 很喜欢的 他们很喜欢的绿色的地方 就淋了橙色上去 可能是个视角效果 这样 人家打打球 突然有几个人冲了出来 扔一些饼干碎 扔一些染料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到 在温暴顿的网球赛事里面 也是森紫碎和森橙色的饼干碎等等 不止一次 还不停在做 另外就是在一些 叫做 英国的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张敬軒去过 那个场地 人家搞了一幕 他又去 搞一些环保的抗议 这样 总之就是在民众 大家娱乐 多人喜欢去的地方 就去做这些 这样的 防摇的行为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不对准焦点 你究竟想搞什么 但是他们的策略就很明显 他们就是想 不同层面的人 不同喜好的人都认识 这个气候关注有的问题 你可能说他们很激进 还有更激烈的东西 例如什么 就去了欧斯邦 这个前英国的 应该是财务大臣 他的婚礼上面 又是走去 在人家的新娘子附近 去撒一些橙色的东西 撒一些橙色饼干碎 和人家助兴 这件事搞到 英国人就很猛烈 生气到他们死了 就是你搞完搞 你没理由搞人家结婚的 这些真的很过分 还有很多单的 另外就是 刚才说到倒露 你看到很多片段 我就没有出来了 那些人 譬如駕駛车 就会冲下车 然后就扯开他们 那他们就不会还击的 但因为他们 都很多人 譬如有些人很激烈的 就扯开他们 他们又走到慢行的队伍里 又继续在拉拉车车去摇摇 甚至乎有很多的说法 就讲到 他们这些慢行的行为 甚至乎导致影响了救护车去救人的 又是好像香港之前 很多这些这样的 不过在英国 就有很多人在说 这个好像是真的 阻止救护车去送人去医院等等 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争拗点 他们做的行为 究竟是不是合法 是不是对的 这样 另外 现在来着大家都很关注 就是 有所谓有这个警告 大家有担心 就是英超就来 再重新新的赛季了 会不会有些比赛 他们都会去招呼别人的 这样 会不会在开展里面搞的 大家就拭目以待 看看会不会有这些事 但是这个这样的 就是所谓的 Jord's.org 这班人 其实基本上 你会看到他们不停这样 在这几个月里面 不停在英国的传媒里面 就大家会在眼球上面见到他 大家会在舆论上面见到他 大家会在舆论上面见到他 大家在吵圈巴闭为了他们 这班人 跟刚才我说的 Extension Rebellion等等 这些较早一代的组织的不同 但是他其实很具体的去说 大家只要向政府施压 就停止所有的开采 或者使用 或者甚至乎是发展这个发射燃料 就可以了 其实他们的目标 比较相比 就不同 以前那些 因为以前你见到很多组织 其实他说 我们要关注气候变化 其实你会发觉很复杂很大的 这个议题 Jord's.org.au 它的目标是很单一的 它只是想要停止发射燃料 大家知道英国有不可油田等等 于是他用这个方法 政府不是要投降呢? 这件事 你投降我就不搞了 这件事 大家虽然很多争拗 社会上很多人讨论 但是你会发觉 他们的目标 在这么多组织里面 是特别明确的 甚至乎你会见到很多他们的成员 很年轻的 你会见到有些 他们很明显 你会见到他们的说法很善情 譬如一些 你这家屋热火 你会怎样去救火 你会不会 你就一定会停止用石油去救火 等等 令到形象化 其实这当然是一些类比 或者一些 我们叫做一些比喻的手法 但是你会发觉 对比起他们刚才做的事情 他们做的事情是很清晰的 也很明确的 就是停止再发掘新的天然气 或者是石油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气候变化问题很严重 整个欧洲今年很反常的天气 除了英国以外整个欧洲 尤其是南欧 基本上在希腊就惹火烧不尽 很严重 另外你看到夏威夷也非常严重 现在他们的大岛 猫鱼岛这些很出名的一些 旅游景点都突然惹火烧不尽 这些全部 或者整个欧洲破纪录这么热等等 你都会发觉 其实大家一方面欧洲人 英国人今年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热浪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你会发觉 天气都是古怪的 所以大家其实 你又不可以说 大家不明白 迫在眉睫这个问题 但是当然了 他们这种 那么激烈的行为 又不是人人都很喜欢 甚至乎 当然我们都明白 大家可能也有点不太喜欢 但是他们的说法 因为很清晰又很简单 就是刚才说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 在一个人类灭绝的环境里 这个过程 你会发觉 很多年轻人受鼓动 很多人就 譬如他们会查些胶水 黏在地上都会做得出的 明显是伤害自己 也有不少人是因此而要坐牢 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去参与 而且参与的人数 那时候我们会看到 其实是多了的 那一刻才鼓励不了 那么很多人就说 他们也正如我刚才所说 很多人就说 这些激烈行动者 其实他们是会有 非常大的一个 疑问 就是一个很两难的局面 事实上你都会见到 最初他们的活动 无可否认多了眼球 也多了别人的认识 最初是其实 你不可以说他不行 因为起码多了人 但是随着他们做的越来越多 而做的越来越影响 人多 就是范围比较多 不同的场合都影响到的时候 他们的激烈行动 或者行为本身 也引起了社会上很多的反对声音 和很多的一些组织 其实都相似 不过他们更加快 因为你看到 由2022年开始成立到现在 很短的时间里 已经成为了最多人认识 在英国也是最声名狼藉的其中一个组织 甚至乎有人形容他们是一些气候的恐怖分子 用这些说法去说 无可否认他们的很出格的行为 是很短时间引起了很多的社会回响 尤其是譬如在梵高那件事 大家就说很多人都会认识他 当然大家都会当他是有问题去看待 尤其是你会看到华文媒体 大家的态度 就更加是对他们 是多一些的批评 某程度上 但是你无可否认一件事 就是他们整个舆论 你会发觉是很夸张地 多人去讨论的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做一个向意 其实你读不到人的认识 是很难做的 但是他现在这个第一步 非常成功 当然你刚才说了 他开始的资金第一批是110万的美金 之后你会发觉也有不少的人 对他们是同情的 于是乎也有人会真的捐钱给他们 当然了 就这么看数字 你会发觉 我们看看一些英国很经典的 一些网上投票的一些 发布的讯息出来 你会看到 比如说到了 对于抗热油的行为 其实你会发觉有42%的人 是非常之不喜欢的 22%的人 某程度上是不喜欢的 但是你会发觉 有17%的人 是可以的 你别管 还有接近两成的人 就是五分之一的人 是可以的 虽然他仍然有20%的人 就是19%的人 是不懂他们的 但是也很厉害了 覆盖率是吧 一个成立这么短的组织 有接近八成的覆盖率 大家都认识他们的 这个绝对是一个 就是我们以数字去看 他们是真的快手的 好了 今天也有做过一些调查 就是2022年做的 其实你会随着 我现在就展示了2022 但是譬如你再问下去 你会发觉他们的文网 越来越差的 因为其实他做了很多 刚才说了 连欧斯帮的婚礼都搞 搞到大家就很生气 你会看到很多台 譬如最经典就是GBN 这个我形容就是 英国的一个右胶台 我形容这个 或者是爆他们先的 其实很多的主要媒体 都会和他们 就是整天访问他们 都会批评他们的 你会发觉 其实大约一年之前 2022年的11月左右 就去问 譬如是岛路 或者一些他们的行为 究竟谁要负责等等 那你就会看到一段数据 很有趣 你就会发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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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哪个人 应该是哪个被同情多些 你会发觉 当然就是 就是 铁车的人 很惨 但是你会发觉 英国人都真的挺好的 有22%的人觉得 其实那些示威者和铁车的人都很惨 100%的人就说 那些示威者很惨 当然也有些人不知道 大家都不惨 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会看到这个数据 当然你对比 其实都相似的 虽然你看到 都是在流失的支持者 在某程度上 但是你会发觉 其实社会里面 仍然有 至少到2023年的7月的时候 你都会发觉 其实整个社会里面 我假设这个数字 都反映到一些真实性 你就会发觉 其实 叫做有30%左右的支持者 你挖下去 变成20%左右 也好 或者不够 17%也好 但其实你都会发觉 Just Stop Oil他们的行为 是有一定的 大家有一定的理解 未必会认同 但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能 这是我的估计 好了 于是乎 压力 当然Just Stop Oil有压力 但是他们无日无知的 一些这样的示威 你看到一条街上坐在那里 或者是拿着笔线 然后在那里慢走 阻止车走 你会发觉 慢慢的压力就不在他们那里了 压力就慢慢落到政府那里了 第一 原来自从去年4月开始计算 根据英国MET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警察警方那边的报告 其实已经用了700多万磅了 就是只是招呼这些人 历史以来 简直是 无可否认的 第一多钱 因为这些人做的行为 而整个的 这些这样的 就是 你知道英国现在很大事 就是那些示威 关于那个 罢工等等的浪潮 到现在再加上这个 气候的 就是 投入的一个叫做示威活动 说政府的压力 就是这个抚首党的力大到不得之了 柏菲文 也稍后也会说到 要做一些不得不做一些 法例上的改动 原本的一些所谓自由 示威集会自由 都受到一些影响 你从这个角度看来 就看到 他们的确被很大的压力 现任的英国政府 当然我们都知道 堵路其实在英国 我先说堵路 其实都是犯法的 这个犯法 你会看到 其实就是 有行之有效的一些法例 去告他们 这个你会看到 他们将要面对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所谓 法例上的问题 他们真的需要 可能要坐牢 因为他们做的行为 但是你会看到 他们在社交媒体里面很红 于是就最正确作 你可以说是 但是问题 刚才我也说到 虽然有些人已经坐牢 但是他们都乐此不疲 他们的成员 他们的发言人 上电视台都 虽然我们自己看的时候 觉得说 他说一些理据 似乎是善情多过一些理据 但是他这些这么善情的言论 我发现有一班 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活躍分子 是极度支持他们 所以你会发觉很尴尬 现在 政府就备受压力了 很多 譬如刚才说的柏菲文 在温布顿事件的时候 就说了 这个是不接受的 不能够接受 不能够接受这些东西 所以你会发觉 在2023年的5、6月的时候 国会通过了新的法例 真的基本上招呼他们 就叫做公共条件事 简单来说 就是要告那些 在主要的基建 路 或者是机场 就在这里堵塞 阻碍这个运作的人 就要给警方一些权力 走去告他们 等等这些 于是乎警方就多一些渠道 走去处理这些所谓的 严重的公众的公安问题 严乱公众安全的秩序 于是乎 英国明不明 本身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集会自由不自由 但是 因为这些人玩到挺大的时候 似乎现在就有些阴霾在这里 玩到差不多 不过刚才那个数据 我再重复看 你会发觉其实 现在的压力 连这个工党的主持人 也会有压力 究竟他们撑不撑 just stop all 这些人 其实也有一些压力在这里 所以你就见到 just stop all 这个运动 其实是 某程度上 在政治施压的角度里面 他们当然自己就自伤一千 但是他们也伤了 敌了一百百 最少都 你无可否认 甚至我会告诉你 其实那个伤害 对自己的 环保团体的伤害 不是我们想到那么大 应该这么说 他们也对自己的名誉 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他又有一些 我们想不到的得着 那一刻才趋劝 当然 再要补充 现在 just stop all 很多人 恨他们 恨到什么地步 有些YouTuber 玩东西 看他们的会议 或者在他们的活动上 就是做一些以匹之道 还施匹身的行为 用一些橙色的气球 触动了现场的热门系统 让他们不能成功地开会 聚餐等等 这些行为 或者对于 just stop all 这些成员的行为 其实市民也多了一些 我叫做比较激烈的回应 刚才我说了 他们倒路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下车 扯他们走 按响安 这些事情 在英国也很少见的 甚至乎 有些看过那些片段 一些激动的妈妈 真的和他们对骂不得止 连些女士都真的下车 扯他们 扯他们的路边 也有些男士 真的整个人抱起他们 就拿开他们 于是警方就要去分隔两批人等等 这些事情 其实也挺影响到整个社会气氛 但是 真是不得不说 一个鼓励不了的事情 就是这个 我们说了 原本很多人不认识 这个团体很短时间里面 突然间就很红 很多人认识 但是无可否认 这些人我们不认同 但是他们背后的理念 大家是认同的 就是他们认为 英国政府做得不够多 在保护环境 或者停止这个对于社会 那个 譬如发射燃料的采用等等 这些问题 大家知道最近 早前英国选举的时候 例如伦敦的 究竟那些 汽车的排放量 那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选举的议议 课题 类似这些东西 其实也回头了 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争议很大的 无可否认 但是 英国人可能不认同 这个组织做的一些激烈行为 但是他们带出来的讯息 大家是接受的 这点是有趣的 甚至乎你会发觉 是有人增加 他们出来之后 是增加了社会大众对于气候行动 因为气候变化作出行动 有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些行动 或者示威 这些东西 你又估不到 原来是多了人愿意投入参与 不一定是Just-Doc-Oil 可能是其他组织都不一定 你真是吹他不仗 这一件事尤其是在 它的专列点就是 攻击那些艺术品的行为 你知道英国人很喜欢艺术品 在这件事上 多了很多人认识 但是无可否认 组织就很糟糕了 大家都看到 一听到Just-Doc-Oil 就想打他 但是 如果除了组织自己本身的好处 对于整个环保议题的 关注到他们真的做多了 亦都无可否认 究竟Just-Doc-Oil 现在先用了很多激烈的行为 做了一些 大家骂他 扶贫这件事 他日后会不会有机会 就着他的行为 改变而修复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无可否认 他们如果作为一个行动 甚至他的行动 就是令到向政府施压 这件事 你无可否认是成功了 因为他们真的令到 環保这个议题成为了 起码在选举 或者整个社会里面 不同的传媒里面 都久不久都会拿出来说的课题 这件事就是你真的想不到 尤其是因为他们一出来 必然有收视 大家真的骂他也是收视 于是传媒就不停报 你知道英国的大大小小的媒体也做这些事情 于是你要得到的结论就是 大家对于 无可否认就是那个叫做沉默化的地方 就是原来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 大家都关注到 真的高了 你就真的估不到 好了 甚至乎一些你估不到的效果 就是早前 就是这个新伟成自己的祖屋 我叫做 这间屋都被人 就是这个叫做攻击 用一些黑色的物料 走去遮住它 然后接着整件事 大家都以为是 就是早前 你又估不到 原来你会发觉 现在一些传统老牌的 一些 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团体 包括了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以前很经典 都是会做一些很激烈的事情 譬如他们会 爬上去油公司上面那些船隻 或者他们在做东西 生产的那些机器等等 去阻止他们工作 阻止他们运作 大家就很记得这件事的 他们就专专针对那些搞 就是这些叫做 搞不环保工业的人 他就去搞他们 或者大厂商等等 但是 咦 绿色和平 你都估不到他 这个和平组织 走去新伟成的 家庭房子 又去做这些类似的 就是去逃黑他 那这样 你会发觉 原来大家 是不是一个 咦 绿色和平 觉得 就是这个模式 是不是有他可以借鉴的地方 这个当然 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 会不会有一个所谓 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竞争 这件事 但是会不会令到整个 英国的环保组织 那个 原本以往的形象 可能是针对性强一点的 或者我们对于这个议题 我们不会用一些激烈手段去做的 就算激烈手段都好 都是对证某些人的 但是现在似乎大家发觉 以Just Dock All的策略 有它一定的意义 那会不会多了人用这个方法呢 所以我们都不能否认 环保议题 的确是有市场价值的 起码在舆论上面 最后 也引一引出 自己本身的网站上面 说些东西 他也鼓励一些人去参与 这个叫做慢行 就是在车路上 在车路上 在车路上 他不是慢驶 他是慢步 慢地游行等等 那他就有很多银行 就算我不给你银行 但是就给你一些联系 你喜欢骂他也好 他们说明是非暴力的 公民抗命的组织 这件事情 我想在外国环境 大家就很认识 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以往的 那些签个名 就算了 他其实目标也很重要 他就要 新卫城 真的要 因为他知道新卫城 接下来要批 那些新的油 就是一些石油 和一些天然气的设计 所以他就要大家订阅 也要大家参与 他们的竞选 这个大家自行斟酌 你喜欢骂他也好 你喜欢捐钱给他也好 这个大家自由社会自己想 但是无可否认 Just Stock Oil 这些人 尤其是他们的公仔 他们的双标 你可以叫做 有点像骂头 我自己觉得 这个可能是一个 挺有趣的一个双面印 说完这么多Just Stock Oil 香港朋友未必好认识 但是我们另外一边 就有林超英 林超英大家认识 前天文台台长 大家对他最大的认知 就是刚才我说 米子的影片也说了很多 就是他说坚持 大家知道香港很热 三四十度 随时说 但是他就坚持不开冷气 于是他不开冷气 这件事情 就成为了很长时间 其实和Just Stock Oil 同火的时间差不多 都是2022年左右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帖 就是林超英一直都说自己不开冷气 大家就觉得真正清奇 三十四五度也不开冷气 有没有搞错 于是有些人装他蛋弓 就问他 喂你有没有坚持开冷气 这样 他就回答有 于是大家就说 原来林超英说了 你也是有开冷气的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 这个我当然是抄网络大典他们的说法 但是 林超英开不开冷气 是成为香港很多网民的 一个讨论的热话 浪子就翻炒了 有人抓他自室 就说他又开冷气了 后来他自己也承认的 就是当他有客户的时候 他就会开冷气 后来他也做访问 也说了他的客户包括什么呢 他的孙子 他的孙子 他的儿子来到 他的客厅会开冷气 但是他自己和他太太就不开冷气 他一直在说他都热的 甚至是透了汗出来的 待会也会说他对汗的看法 无线当然会访问他 这个东方星 会访问他 甚至会很夸张 他说如果他是特首 他会这么全程开冷气 哇 一听到大家发觉 瘀不惊人死不休 是不是真的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林超英开冷气 这件事 就成为了香港人 一个茶园份 我常常说的 因为林超英说了 如果他开冷气 他会公告天下 很搞笑的 事实上也会发觉 很多人 先说个结论 林超英 虽然他说的 很多人都未必完全认同 但是你会发觉 也有很多人尊重他 因为他跟 刚才说 他的模式不同 他就不是逼人做其他事情 虽然他把口说 要禁全程开冷气 但是他在访问也说了 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 他才说的 但是他那种态度 就是很吸引到 很换醒到大家 对于开冷气这件事的意见 事实上这件事真的影响了很多人 当然大家对于他开不开冷气 也有很多讨论 其中一个要点就是 你家里一千尺在红磡 又对流窗 你当然不用开冷气 等等 你会发觉 林超英不是这么简单 他退休之后 他搞了很多不同的 你真是估计不到 虽然他在任内的时候 其实很多网民都很不喜欢他 有些情景 虽然大家都尊重他那种很专业 我形容很专业 就是他就着专业 他是跌跌不休说的 但是他当时 譬如一些爆风球挂不挂 爭吵究竟什么是清晨 那些东西 其实很多网民都对他很多批评 另外一个批评点对于他 就不是说冷气了 就是他早年 其实就是梁振英 大家知道 在香港是一个很多人 就是有负面批评的一个特首 早年 林超英很多的支持梁振英 某些行为 或者某些政策的一些言论 就被人说他是良粉等等 其实林超英曾几何时 都因为这些事 就有很多的 大家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无可否认 大家对于他那种真心环保交 这个我自己说的 这个态度 或者那个形象 就慢慢越来越瘦落 尤其是当他在退休之后 他就搞了很多的事情出来 真的未必是跟政府立场一致 甚至乎对着干的 包括了最经典的就是 因为陈茂波现在就是财政司司长 早年他就发展过局长 那时候他就说要搞这个 这个香郊地 或者这个叫做郊野公园边垂地带 就去建屋 那林超英就直接搞了一些Facebook群组 就反对这件事 就支持要有这个郊野公园 大家就会发觉他 原来就不是盲撑政府的 他完全是支持科学 或者是所谓支持一些 叫做环保政策的一个人 于是乎你会发觉 又很有趣了 于是乎网民 对于林超英这个人 虽然有很多人笑他 或者有很多负面的评价都不定 但是你会看到整体的形象 就跟刚才Just.O很不相似 他就相对来说 虽然有很多负评或者耻笑他 但是整体来说 大家对于他 又觉得他傻得挺好爱 如果用这个字去形容 他做了很多很多 关于香港环保的一些东西 例如他写很多文 其中就包括 守护大浪西这件事 可能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这些我也是在网络大展找出来 另外就是 他是改图 很烟 就把香港的三只线 给菠萝大厦遮盖 这件事 令到倒效应更加严重 他又做了这些事情 于是网民看到他 似乎他是真心为香港的环保 很上心的一个人 刚才说了 大家对他最大的认识就是 那个叫做 开不开冷气 但是他对于 开不开冷气 其实是有一套论述的 为什么我都会特别说 因为我们就这样看 他对某东西的认同 譬如刚才说大浪西 他有自己的立场意见 他就写了文章 但是如果你写深一点看 你会发觉他不是就这样说 一件事出来的 他会给你很多科学的理据 甚至会给大家一些解误方法 例如他说几点 譬如他其中一个 很多人说的课题就是 用热水还是冲水洗澡 他就说自己洗澡洗一分钟 他后来在米脂的方法里 都说大家很夸张 其实是分几钟 他就不用肥皈等等 这些事情大家听到 即即清奇 但是其实你想想 他解释给你听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科学理据的 譬如他说他冲凉 如果是冲凉水凉的 夏天就冲 如果太冰的时候 也会冲热水凉 但是他就不用肥皈了 因为他问过 科学医生的意见 于是他发觉大家用肥皈 用洗头水那些 其实不环保也帮不了手等等 这些事情 可能是一生大家耳目的 另外 他说不开冷气 但是他当然不是傻了 说不开冷气 他又教别人 怎样用风扇做对流风 大家接不接受都是一件事 但是这方面的确是科普 怎样可以抽走室内内的热气 但是同时间 你不能笑他离地 因为他在米兹的博物里面也说过 他譬如看到一些人住劏房 他去探劏房的人 他发觉劏房这么热 不开冷气又真的不行 这方面你就会明白 其实他不是纯粹的一个原教旨主义分子 大家经常都会想 他不开冷气 会不会是他老婆开 这些搞笑的废话 你问我 就是原来后来他也解释了 他太太后来就学了中医 退休 他太太是校长 后来退休之后就学了中医 中医理论就不开冷气 这个我也知道 中医理论很多时候都叫人不要太冷气 因为影响了身体调节 那个气温的功能 另外 我觉得最令我最印象深刻的 他一个说法就是 我们经常都觉得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例如夏天我们要减少出汗 因为可能怕看味 但是其实大家要明白 以往其实没有冷气的时候 即是我也经历过 我都回上五长一年多 其实以前真的没有冷气 没有冷气的时候 大家还坐着热狗 如果大家还记得 你看过了 193駕巴士也记得 这个世界上本身是没有冷气巴士的 商场也没有那么多冷气 现在就开着炼房 但是其实以往我们在热狗里面 我这肥子肥佬 那些人就很怕我们旁边 三座位 热狗 没有冷气 大家是开一阵 但是大家觉得无所谓 因为大家个个都是这样的 林超英的说法就是 热会出汗 而出汗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出汗是有问题呢 那这个我觉得 其实对于尤其是新一代的人 我觉得 新一代的网民尤其是 大家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大家值得想一想 我作为一个都叫做长辈一点 我对于林超英年已经这么大 但是我都有经历过小时候 都真的热到出汗 我不是说一定要去回以前那么热 但是这个所谓的夏天 不可以出汗 或者一定要有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要干爽的这件事 又似乎不是必然的 当然有一次很经典的例子就是 如果大家还记得 屯门元朗天水围大停电那一次 其实有超过一天的时间 大家开不了冷气 那些网民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讲笑还是怎样 林超英那句话就是 不开冷气不会死的 但是其实 那时候大家因为大停电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可以有 有时候是没有冷气的 那没有冷气怎么生存呢 停电之后 那没有冷气 那是不是真的34度热死了呢 那似乎 又可能有其他策略的 那于是乎 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大家是需要 我不是说大家要 拜林超英说的东西 但是大家都要想想 在他说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一些 大家值得想的一些道理呢 那 那林超英说了很多一些 我叫做《港经》 那些人叫做 于是乎说了很多大的 道德的理论 譬如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人是不是大了 现在的社会 其实你会发觉 甚至乎对于一些社会运动 社会事件都有意见 其实你会看到 他不是一面倒站在一个立场 你会发觉他是有很明确的 我形容是一种科学科学家 或者尊重科学的人 他自己有一种他自己的态度 你可能不认同他的态度 但是无法否认 他是一把都很值得大家分析 或者聆听的一种声音 刚才说了 在不同的事件上 他和政府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立场 甚至乎是 譬如是关于戴不戴口罩 甚至乎很激烈地 叫特首撤走这个张宇人 这些都说得出的 你猜不到他的立场究竟是怎样的 另外甚至乎停止填海工程 这些事情 之前的回收厂 Mailphone 你会发觉他们 也是站在政府 不是完全同一个立场 当然有些人就会说 他退休才是指挥脑袋 当年他不敢说 这个我也不能排除是真的 大家都明白 有个官方正在做 可能他也不能这么激烈 但是你会发觉 其实他的态度 也会作为一个环保KOL 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参考一下 他所说的 有很多东西 刚才说的 米子的访问 大家都值得看 另外一个很汁的位置 大家都在说 就是他原来不用裤子 整个月不用裤子 他的说法就是 那些牛仔裤 那些名牌一辈子都不用裤子 要穿到有某个效果 才叫做正 那为什么牛仔裤可以 我们这三裤不行呢 Fiona 即米子的主持 都很搞笑的 看到她的衣服很骯髒 都问她 她也没什么所谓 当然了 我觉得有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呢 是不是一阵味都可以呢 我又觉得 这个大家可以 用我们的智慧去斟着 譬如出汗 他的说法就是 下身不会出汗 这个我又 作为一个肥佬 我又告诉你 不一定的 下身是会出汗的 在我的经验里面 这个就不要紧了 但也事实上很多人 说她 很离地的 她的人 其实是一个很原教哲主义 一个原教哲主义 根本你就不知道 你一间一千尺 在红磡 对着海皮 然后跟着 对楼窗 你当然是大声 你不知道民间疾苦 有些人敢批评她 事实上 但是无可否认一件事 从她的访问 从她一直说的 对于环科的态度 我就真的看不到她 一些原教哲主义 甚至乎 我也都认同网民 在香港的网民里面说 她不是红磡磡磡 那种 要强迫别人做某些东西的 或者影响到别人很多 反过去林超英的特色 就是什么呢 她自己做给你看 身体力行 告诉你 我是这样去走我的环保的路 你们喜欢就跟着 你喜欢跟我谈 我懂得跟你谈两句 那她这件事 可能这个也是 华人社会 或者是香港人社会 当然不像 《Just or All》那些 那么激烈的行为 现在香港社会 都很难做到 但是 林超英这个保持住 保持住的温度 讨论的 疫情 很多人都在说她的事情 你又不可以否认 可能真的有《Just or All》的效果 大家都继续说一下环保 说一下这些事情 又真的大家 入了脑都不定的 所以你会发觉 我自己本身 《Just or All》的行为 我自己也有一些保留的 你问我 我有时候看到她的片段 如何阻人 也有时候 他们的论述都比较弱的 出来的发言人说话 善情就有余 道行是不够的 经常被主持人挑到 口咬咬 但是就继续在挑针的 她没有林超英那么多的理论根底 很老实说 但是无可否认 这两帮人 我叫做 《Just or All》也好 或者是林超英也好 她这种继续在传媒上 有一些曝光率 而令到环保议题 大家多些关注认识 甚至讨论 正反讨论也好 其实在社会里面是必要的 林超英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点看她 除了说开不开冷气 这种汁的东西之外 多点留意她讲经 留意她背后的理念 例如她对香港过度发展的 石市森林的模式 她有很多批评 也都刚才说了 她用了上一辈的人 当然上一辈的人 他们的经历和我们也有很大的分别 但是这个《叔叔讲经》 我都觉得大家值得听一下 尤其是香港是一个 讲很多发展的地方 尤其是现在 加上我们现在整个大湾区发展 我们现在祖国最喜欢港发展 甚至乎很多国内游客来到香港 都觉得香港破落 觉得香港很残疚 但是我们作为一些叫做老一点的香港人 我们都明白 有些东西其实就不一定要发展得那么多 有时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价值 是否一定要真的赚那么多钱 是否真的一定要做那么多这些东西 搞那么多这些无谓的基建 才叫真正的成熟的经济体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要看回整个全世界的发展 其实环保无可否认是一个 我们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是一个我们赖以生存 以往都很重要的 但是以往我们那种粗制 滥造式的一种发展模式 粗房式的发展 其实不能够长远地去保障到 我们自己的经济成果 无可否认香港是一个沿海的地方 是一个环绕着一些海洋 岛序等等 就是基本上我们是一个 香港岛就当然是岛序 九龙半岛或者其他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你想想只要我们的海平线 水平线高了2cm 我们已经可能很大获了 整个经济的运作都很大问题了 更何况可能是更加多的一些 一些风暴 大家看到一些强烈的风暴 很多人就说香港没所谓 我们有排水系统很厉害的 谁告诉你打风 只是下雨 只是吹 大家记得山竹 都挺大事的 其实温室气体导致气候的变化 没有人说过 一定是地球热了2度 这么简单 是一个突发的一些情况 可能是一些你估不到的 一些效果都不一定 或者整个的 你现在看到我们之前也说过 譬如有机会是现在的暴风雨 就会北移的 于是香港就变了干 越来越 越来越 像这个非洲气候 可能是变了赤道的赤道化 就是可能是一落落很大的雨 然后接着就很晰晒很热 那也是大家不喜欢的 不舒服的 所以这些东西 这条等雨线就可能移北了 然后接着低压区那些东西 就多了向北上发展 浸就浸了国内 浸了其他地方 北的地方 香港就变了没有以前那么多打风 可能 但是反过来就是你晒的日子很多 曝光的日子很多 这些都不是对我们是好事 所以我建议大家 对于环保的议题 你可能有不同的立场 有些是可能激动一些 原教志主义一些 有些可能是他的 就是他的态度上面 都可能是不惟以慎 大家不想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是时候 你就算未必认同他们的行动 或者说法都好 但是也要多一点注意 因为这件事情 不论你有没有下一代也好 未来这几十年 我们还要生活的话 我们一定会受的 不论你在地球哪个角落也好 你可能不在香港居住 我不在香港了 我搬去加拿大 我搬去美国 我搬去澳洲 你不要说笑 一样会有气候的变化 会不会变成气候难民 都不出奇 是不是 好了今天呢 我的讨论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如果大家什么意见 都可以留言给我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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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